美中军事对峙加剧 美军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康尔维尔将军日前表示 美国必须确保有足够火力与兵力 反制来自中共的威胁 包括成立全方位联合作战部队 美国总统川普10日表示 他有兴趣于11月大选过后 气氛较为平静之下 举办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廷是否与慧仍是未知数 俄罗斯总统普廷11日宣布 俄罗斯成为全球首个注册中共肺炎疫苗的国家 且他的女儿已接种此次俄罗斯研发的首款疫苗 朝鲜半岛连日来暴雨成灾 在南韩总统文在寅6日视察巨南水坝时 表达遗憾立场后 北韩10日又在未通报南韩的情况下 打开临近江上游的黄江水坝水渣门排水 导致下游南韩境内的避震桥水位 从1公尺暴涨至7.35公尺 不过同一天 南韩统一部长李仁荣 在首尔开会仍表示准备伸出援手 被南韩网友骂爆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